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是不是在线上的你们也是会变成很苗条呢 还是你的那一个肚子原本是有六粒的 然后就把它完全训练成一粒了 然后它还是对你依依不舍的 然后粘在你的身上 或者有些人是不是会做一些手工啊 好像你看我现在设带的 这个其实是我孩子做的 在学校的手工 然后其实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其实这个也是去训练一个小孩子的定力 跟他的focus 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 难得他可以坐下来 然后去做这一个手工 所以大家在这个MCO当中 是不是有做些什么东西啊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来来来来 有没有长肉了的 或者是瘦下来了的 可以comment给我一下吗 哈喽 怎么我看不到有谁进来的呢 有些你们进来的人呢 可以给我一个那一个 嗨哦 跟我说一个嗨 所以今天大家除了看到这一个新闻 7000多钟的这个COVID case 这样大家有没有去想想啊 在这一个case当中 是不是有没有 还有就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昨天大家抢到了吗 我相信昨天跟今天的话题 都在讨论着这个vaccine 到底有没有抢到 很可惜的是 我是没有抢到啦 就是一 原来是不能refresh的哦 就当你在select着 那个日期的时候 当你一refresh的时候 你就进不去了 嗨Joyce 所以真的其实蛮难讲的 哈哈哈哈 原来这个 不过我觉得在这一个事情当中 是不是每一天都在增长那个case啊 让很多人都意识到 其实vaccine的重要性 因为我们不只要 之前的时候我都一直分享 讲乞如豆啊那些 yes let us stay at home 对对对 除非真的是你要去买菜啊那些啊 你就出去 然后就 我是这样子的 我就会去买一个星期的菜 然后回来的时候 就一个星期就不出去了 除非是 真的是菜啊 完全吃完了 然后我们才出去 我觉得这一个才可以 把那一个感染店给砍掉啊 真的 不要以为我们身边的人 我认识了很久的 没有问题的 因为真的你不知道在当时的时候 他接触了谁 他接触了谁 所以我们最好就是不要接触 把这一个感染店断掉啊 不过我觉得很多人在关心这个疫情当中的时候 很多人忽略了就是自身的那个内在脂肪 还有就是心脏病 要好好的去照顾我们的饮食方面 因为当我们在家的时候啊 我们就很喜欢煮嘛 然后我们很喜欢煮的时候啊 我们通常我们会做 烘焙蛋糕啦 面包啦 然后做一些很好吃的啊 Dessert啊 那些全部都是很好吃很好料的 不过你要想到 是不是当我们吃下去的时候 是不是那些能量啊 它可以就是store在我们身体里面的时候 它会不会排出去 可能你没有做运动啊 你没有去把它排出来呢 它就store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的那个度男怎样离家出走呢 我今天我就学到了一个就是 一句话就是怎样把度男离家出走啊 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借助我们的这一个产品 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在Facebook那边看到 觉得哇这个slango到底是什么来的 这么可以这样有效的 把那个我们的那一个度男啊 让他给离家出走了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 其实你可以去看回我之前的live 不过这一个它我们的这一个燃烧脂肪 其实它有四个点 这个四个点是这样子的 它可以促进燃烧脂肪 所以你所吃的东西它就会崩掉 然后它可以cut carbon cut fat 所以啊当你吃一下 因为我们的食物一定是有油的嘛 我们用油走煮啊 然后一定是有carbon的面粉 淀粉之类的 所以你可以除非你是用不要淀粉之类的做cake啊 那些是有的 你要买special的flah 我近期有一次看到 尤其是我的姐妹 她就用不是flah的flah来做cake 然后还有些什么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控制食欲啦 在这一个方面的话我给你讲 尤其是在一家啊 我们是很喜欢吃的 然后也是吃的很多 然后这一个你吃了slango过后 它是很有效的可以控制我们的食欲 而且它是安全高效性 所以这个是日本 在从日本那边过来的 然后受生的人是不是 其实受生的人就会想哦 哎呀其实我本身是受生的 我从来也不需要减肥 因为减肥跟我扯不上关系 怎么我又喜欢slang grow呢 嗯其实就是因为啊 年纪大了 不可以讲多少年岁啊 OK 所以年纪大了啊 我们的新陈代谢也是差的 所以新陈代谢差啊 当我们吃下去什么东西啊 有时候真的是难以消化的哦 所以啊你难以消化是不是 当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很容易 它也是会变成我们身体里面的血脂的一种 血脂的一种 然后它也会变成我们的内在脂肪 所以其实啊 我们瘦的人啊 其实你看我们瘦瘦啊 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肉的 尤其是内在脂肪 当我们不知觉的时候 我们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时候 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在这当中 是不是我很鼓励大家 除了 因为我相信在网站 很多人去买那个test 那个Oximeter是不是 就是去test我们的那一个Oxygen level够不够 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可以买的 就是我们的那一个 称我们的那一个 Web Management的Sketch 就是体质的Sketch 我觉得是很好的 因为这一些 测量我们身体的那一个重量啊 它除了测量重量 它还可以测量我们的内在脂肪 然后BMI啊等等 然后有些还可以测出你喝水量够不够 还有Protein够不够的哦 然后这个第二个重点 我要跟大家讲的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水啦 其实我们的水对我们身体很重要的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 因为我们喝水 是不是我们的水啊 可以帮我们代谢掉不好的东西 多余的东西 或者代谢掉不好的东西 然后帮我们去 Moisture我们的Hit 如果我们很热的话 我们喝多水的话 它可以去平复我们的那个体内的那一个热气 这样子 然后很多人是不是 在外面的时候会喝很多水的哦 不过在假的时候 自然而然喝水量就会变少了 有没有降 我想一下很多人会降 因为有时候我也是会降的 因为去外面的时候 有一个大的bottle 这样子我就会去 去知道 我今天喝少水 我这一个bottle我一定要喝完 然后在家你不会的哦 因为在家的话 你就是去厨房那边拿水 这样子来喝罢了 所以其实是不是 好像我们这样子啦 整天坐着的人啊 或者对着电脑比较多 文书类的东西 是不是 大家encourage 是不是你可以喝两个liter的水 或者是八杯水 然后除了这个呢 好像有比较做active的 有exercise的啊 有举重啊 有去跑步的人 这样你需要的水量是比较多的 是三个liter到十二cup的水 一天哦 一天 然后如果你是有在很热很热的天 然后又很active做那个运动的 这样你的喝水量 可能minimum你要四个liter 你才足够补充鱼给我们的身体的 所以哦 而且相等于十六杯水 这个不是我讲的 其实我是去search出来的 那一个scientist讲的 所以哦 其实每一个人的水量都不够的 所以有些人讲 我都喝够水啊 怎么我秤出来的那个水量 是不够的呢 就是他们有买一个秤 然后可以秤那个水量 怎么不够的呢 所以喝水也是要有technic的哦 当你喝水的时候 你是one sip one sip这样喝 就是一口一口这样慢慢喝 还是你一很热的时候 你直接整罐水就滚下去 你是罐水还是喝水呢 啊 如果你慢慢喝的话 那个水 经过我们的身体的时候 我们的细胞可以慢慢的去吸收它 这样如果你一下子你就灌水这样子灌 那个水好像那个水龙头这样子啊 整个冲进你的身体里面 所以哦 你是不是跑厕所很多 好像一喝完水过后没有多久 你就要跑厕所哦 因为你的身体不吸收啊 就直接被身体排出来了嘛 所以哦 当你这样子灌水哦 飞蛋对你的身体没有帮助 你就一直跑厕所吧 所以你的水在你的身体里面都是不足够的 然后我们的免疫系统 我们的免疫系统跟我们的那一个代谢系统 跟我们的那一个要受生的系统 还是需要足够的水才可以的去代谢掉我们不好的东西 才可以去抗争 所以水对我们来讲还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第三点我要跟大家讲的另外一个东西呢 就是心脏 这样在这个pandemic当中我们不能出去嘛 因为我们怕virus啦 然后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免疫系统嘛 对不对 然后再在家的话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煮到太好吃了 然后我们就一直吃一直吃 然后会整肥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一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做运动 调节我们的身体的那一个daily habits 然后还有 第三就是我要喝多一点水 水很重要 水很重要 嗨 Jaseline 我的姐妹其实她是很健康的 她每一天是她都会做overnight oats 然后practice那个healthy lifestyle 所以我觉得overnight oats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而且我们都很注意喝水量 哈啰 Kissy 是 所以当你有注意身体的健康的时候啊 当那pandemic过的时候 我们出来的时候 我们身体就健康了 如果在这一个时期我们乱乱吃东西的话 这样我们的身体的那一个代谢系统啊 我们身体也不会好到哪里 就是这样子 然后最后一个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当这个pandemic有开始出现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的focus都是在那一边的 这样有没有呃 不要忘记在这个其实是真的是想提醒一下的 因为在这个pandemic我们需要免疫系统嘛 不要忘记了我们身体的我们的心脑血管 我们的心脏 因为我们的心脏病还是第一号杀手的 我们在马来西亚是不是我们的那个心脏病啊 中stroke的还是在很top的level的 前五名吧 前五名 所以每两三个人就有一个人中那个心脏病啊 这样子去世的 婴儿去世 所以这一个还是需要去关注的一个课题了的 所以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就是忽略了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所以在这一个当中是不是其实我们有邀请了这一个Dr.N 在这个星期六八点半 他会为我们分享CardioVascular Health 这一场其实我觉得很好 是我很想promote给大家 让大家更知道更了解 因为其实对于讲心脏病心脏病太太过太过笼统了啊 基本上我也其实不是很了解 其实我也是很蛮期待的 期待Dr.N的分享 然后他也是心脏专科 他是心脏的这一个surgeon啊 然后帮忙去由心脏病啊开刀啊做bypass啊等等 他是很权威的 所以很难得能约到他的时间 因为很多时候他都在operation啊在医院啊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我相信都很需要这些医生的去贡献在firstline呢 所以真的是很很appreciate 他在星期六的八点半晚上 他会用英文来分享 所以大家如果你了解英文的话 是不是听得明白的话 都可以进来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心脑血管 我们的讲究照顾我们的心脏才比较好 因为我跟你讲 由心脏由他来分享就是最好的啦 因为他对心脏是完全是很了解 而且是professional的 你听我讲的话 可能大家都一直半解 你听他讲的话 你就会 猫什么 就会 哇原来我们的心脏真的是很重要的哦 这样子哦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三点啦 就是要给大家就create一个awareness 不只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很重要 我们的代谢系统跟我们的那个心脏的那个系统 其实心脑血管的系统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就千万千万不要忽略掉了 因为我跟大家讲真的 人生是自己的 我们真的是要由我们自己负责 所以真的是stay home stay safe 然后让大家可以真的是砍断那一个感染链 不要在这个MCO当中的时候还节节上神哦 因为你不知道当你去meet到哪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间接上你可以传染到很多人了的 可能是十个人二十个人 而且也不要让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不对自己负责任 然后我们让到别人受苦甚至进去ICU或者是导致到 伤害了一条人命 如果严重的话 所以真的是很鼓励大家可以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然后切断这一个感染链吧 OK 所以大家有时间可以跟我拿link 就是这个星期六的我们的晚上八点半 听得懂英文的话 都欢迎大家可以进来了解我们的心脏怎样去照顾 OK 所以我今天的live就到这一边 谢谢大家的分享 谢谢我的分享 如果你觉得这个live很好的话呢 大家可以share给身边的人 鼓励大家除了照顾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也要照顾我们身体其他的系统哦 OK 拜拜 再见 期待我下一个live啦